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名人堂 我是侯乃榮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是 文化的傳承 其實媒體也肩負著非常重要的責任 而才是60週年的歌仔戲大戲 嘉慶君由台灣即將要跟大家見面了 在這齣大家非常熟悉的戲劇當中 會用全新的面貌呈現給大家 裡面包含了非常多新的元素 與時俱進 為的就是希望不斷地可以傳承 台灣這個非常重要的歌仔戲文化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請來戲中兩位非常重要的演員 來到節目當中跟我們分享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的歌仔戲天王小生 雅蘭姐 主持人好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慶君 陳雅蘭 雅蘭姐好 接下來歡迎到的是戲中 也擔任非常吃重角色的何佩芸 佩芸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何佩芸 歡迎兩位 一開始也要說辛苦了 最近平平下鄉跟粉絲面對面 很累吧 雅蘭姐 我覺得很開心 很接地氣 對 真的 因為從去年的我們台式播出的中校結議 距離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對 那其實因為歌仔戲並不是說可以很簡單就做了 所以在這個期間都一直在努力 然後很高興又可以跟觀眾朋友面對面 雖然有一點點小心苦 但是看到觀眾那麼的熱情 其實甘之如癒 而且能夠把更新的歌仔戲 在我們台灣電視公司推出 尤其今年又是六十週年的大戲 對 覺得非常有榮焉 然後也希望這齣戲觀眾朋友會喜歡 就是說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你們真的是一步一腳印到每個小鄉村去 到廟爐陶寂靜 就是去前面跟大家互動 佩芸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 你這次也有跟這個雅蘭姐一塊下鄉去吧 對 她還沒有每一場都參與到 你是場場都到 我跟紀律如 應該我是第一名 對 肯定要的 主角怎麼能不出現 然後接下來就是紀律如 然後才是他們 因為我也是體恤他們 因為我們現在的活動真的太多了 那我還是希望演員稍微分配一下 第一對觀眾來講有新鮮感 第二他們也不用那麼的操 對 操話的話 不要吵 別吵大家 你好貼心喔 對 妳有沒有碰到比較印象深刻的狀況 印象深刻應該是在大甲鎮南宮 因為那時候比賽的時候是在那裡 是我的第一場比賽 所以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演名戲的時候是蠻常去那邊演出 但是比賽又是去那一個地方 然後剛好昨天也去那裡 然後所以那邊的感觸比較深刻就是 我的第一場是在那邊比賽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大家來認識我 然後又昨天回歸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人喊得很大聲 何貝瑜 然後我轉頭一看是我不認識的 但是他還記得我是比賽 然後最終回是中葵 對 所以我就覺得印象滿深刻 妳很感動 很感動 然後廟方裡面的人還有人認識我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開心好感動 然後就趕快跟馬祖拜拜說 謝謝妳讓我有這個機會再回來這邊 跟妳說聲謝謝 那雅蘭姐妳自己有沒有碰到 比較印象深刻的場次或是狀況 我覺得每一場都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每一場碰到的觀眾都不一樣 對 那她對妳的感覺也不一樣 唯一就是支持歌仔的心不變 那就是有很多比如說年紀比較大的 就由孫女或者是女兒帶著她來看我們 好有心喔 那會覺得說這種妳事後想起來 會覺得說歌仔戲真的是一個家庭的連結 就是妳在家庭團聚的時候 大家會看歌仔戲 因為吃飯會餓 對 所以就會感覺到那吃一餐飯 現在就覺得好像很團圓的感覺 不然小孩子有的到北部 有的到南部 就四處跑 都沒有一個聚在一起的時間 那就是都每次都看到 這樣子很溫暖的狀況 就會覺得歌仔戲真的是 真的沒騙妳 真的是家庭一個連結的力量 而且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對 所以我們到現在 還不斷地製作歌仔戲 主要也是希望把這個家庭團聚的 那個凝聚力也可以更強 那是不是雅蘭姐 可以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您這一次在戲中 當然是演家庭君 是 對不對 那妳這個角色當中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以跟我們講講的 其實大家都說 家庭君根本沒有來過台灣 的確是 有人是考究是這樣 對 但是我問過了專家學者 就是說 為什麼家庭君根本沒有來過台灣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 家庭君有台灣這個題材 對 從以前很多人演過 然後還有到 我跟朱大哥演的現代家庭君 其實都滿受歡迎的 就後來我問了專家學者 他是告訴我說 因為當時台灣就是在家庭那個年間 就是台灣的海盜很多 所以家庭就派兵殲滅了蔡謙 然後那時候其實它發展地就是 第一大港口就是路港 就是陸港 然後台灣府城就是台南 所以著重在南部的地方 中南部的地方在發展 其實後山就是宜蘭 就是沒有人 就沒有地方政府在管的 對 那時候也是 家庭去設格馬蘭廳 所以後山才穩定下來 那大家覺得說家庭對台灣很好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就覺得 哇 家庭君來過來過來過 然後我們台灣之光王德陸 也就是在嘉義 太子太保 對 就是他的官袍都還 現在還留著 所以呢 大家對家庭君的印象很好之下呢 就讓這部戲成為大家的口碑 然後我因為跟朱大哥演過 現在家庭君嘛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是家庭君的化身 那時候宗教結宜錄完了之後 大家就會說 趕快啊 你趕快再製作歌仔戲啊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家庭君以後台灣這齣戲 老少賢宜 第二我們可以把它做的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就是李勇保護家庭君嘛 那我們這一次呢就是 希望發掘我們的台灣之光 就是王德陸 他會浮出檯面 然後跟著家庭君有兄弟情誼 那當然我才跟他 跟那個佩芸演的才是真正的兄弟 對 雖然表面上我比他大兩個月 在戲裡面他是演我哥哥 他演哥哥 黃兄 弟弟 歌仔戲就是教忠孝結宜嘛 一定有好人一定有壞人嘛 誰好人誰壞人 一眼就看得出來了 我們希望還是精神主軸 就是把忠孝結宜闡述 告訴觀眾朋友 然後也讓歌仔戲 能夠繼續傳承觀眾 也傳承新人 對 非常不容易 佩芸這次是第二次 跟雅蘭姐合作嘛 妳從那個我是楊麗花 甄選之後脫穎而出 那上一次是忠孝結宜 這一次是我們這個 家庭君友台灣 我想聊一聊就是說 妳對於雅蘭姐這個老師 看法如何 直說無妨 我看了螢幕 他怎麼突然就 倒吸一口氣 她是個嚴厲的老師嗎 妳覺得 非常嚴格 應該這樣講吧 就是言詩粗高圖 她對我們的嚴厲 會反而讓我們更加會 小心翼翼地去演出 然後可能就是說 如果這場戲揣摩不好 她不會當下罵妳 她只是會私底下跟你講說 妳這一場戲應該要怎麼演 為什麼妳剛才沒有把它演出來 她很少說在攝影棚大罵幹嘛的 除非真的我們犯了很大的錯 她才會罵 不然她都用細心的教導 就譬如說我有一場戲我一直演不好 她就會教 那如果我真的要一直犯錯她會說 妳為什麼不要把它備好準備好再上場 然後去到那邊這樣會不好 讓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所以老師每一句話我都會記在心裡 就是會在家準備好 然後她在我的眼裡 她在工作上是一個非常嚴苛的老師 但是私底下她是一個大姐姐 非常地照顧我們 我還記得她們她就是會問說 你們有沒有吃飽在工作 還是說你們現在有疫情要小心幹嘛的 對 她滿照顧我們這些學生 然後私底下還會說 你們就是要小心一點出門在外 然後寒流來了幹嘛幹嘛的 她就是比較像姐姐的照顧 虛寒問暖的 但是不要在工作上我都不怕她 唯獨就是工作上的時候戰戰兢兢 這是必要的 因為要求好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為什麼不敢看她 她眼睛電眼 她的眼睛會很兇 我看她我會怕 雅蘭姐 一個兇的眼神 讓我們看一下 我只有鬥雞眼的眼神 沒有兇的眼神 其實我覺得我的出發點 都是為大家好 但是因為我會給她們事前的訓練 像我們一開始 還沒開拍之前我們就會對詞 對詞的當下 因為我知道編劇都是寫國語詞 那有時候你不能國語詞直翻 對 沒錯 你國語詞直翻就不是真正優美的台語 所以我們都會事先對詞 然後皇宮的皇子講話有他的講法 然後平民百姓有平民百姓的講法 所以我們的腔調 其實演戲都不能有腔調 你一有腔調就知道你從哪裡來的 像雲林人就是你招啊 招的人啊 然後澎湖都越是堂了 然後台南說你東西給我學來 這樣有一個特殊的腔調之後 大家就會好像覺得你不是歷史上那個人物 所以像他演的皇子 我就會很在意他的說話方式 表達方式 因為皇子畢竟他是有讀過書 然後有受過教育 就是在皇宮啊 你知道乾隆的小孩 每個人什麼 保讀詩書 對 十八無欲樣樣精通 所以我們在口條上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 跟觀眾的距離拉得太遠 但是你的文言文 還是必須要講得很道地 所以台詞的部分 就是在事前我們就會開一個 就是劇本討論會 就大家都把每一場戲都睿過 告訴他們怎麼講 不會講的我就會講一次給他們聽 請他們錄音也好 在劇本上修改也好 全部通通講過一遍 好用心 對 然後再來就是到現場 現場的時候只要有 因為我是戲曲導演 所以有聲段有歌的時候 我都會在 對 或者是說我有空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要演戲 所以沒有辦法每一場都盯著 所以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提醒他們 從忠孝節我就告訴他們說 其實大家看到的是演出時的你 你千萬不能有閃失 不然你自己會後悔 也會對不起觀眾 所以在瑞戲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得很精準 你哪裡不對 哪裡要走到哪裡 我們都彩排得很 就是很精準就對了 所以如果說在現場 他們有錯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就會 看一下 帶有殺氣的眼神 沒有 我這樣有殺氣嗎 看一下 不怒則威 沒有吧 對 我是當然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過來人 沒錯 對 以前看自己的戲的時候 就是 我怎麼會這樣演 如果說有人幫我注意多好 對 所以我走過這樣的路 我希望他們會能夠更精進 所以我把我知道的 我可以的 我通通告訴你們 然後你們如果沒有認真 其實因為我都交過了 然後你現場還變成這樣 我就會不是很開心 這也是應該的 因為你必須要有精湛的演出 本來就是要要求嘛 對 對 佩宇 你在這個當中 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你覺得 從亞蘭姐身上學到的東西 在她身上學到的東西 其實很多 第一可能就是做人的道理吧 她就會常常跟我們講說 做人應該要怎樣怎樣怎樣 對 所以在她身上可以學到 就演技 就單獨一個內心系 你可能就要學好幾年 還學不完 因為亞蘭那件就是 一個演繩 一個動作 你可能就要學很久 但是這個真的是學不來 因為可能就是 在她身邊要學的東西 真的很多就是 可能要包括做人道理 然後第二可能就是演技 但是我覺得演技是老師教我就會演 但是不見得是這樣子 有時候老師講了很多次 我還是演不出來 就可能就是人生歷練吧 要慢慢磨 對 慢慢磨 然後我也有一些小老師說 一直不放棄的我 就慢慢磨我到現在 我還是會繼續讓你磨 讓你生氣 現在立馬告白是不是 其實這些也是 是從楊阿姨身上傳承下來的 對 像她也希望 她第一個擇偶 不是擇偶 選擇學生的條件一定要品性 很好 因為你演的是這些 中校結義的故事 對 然後你就是 就是你心中自己要一把尺 不能吃醋 然後大家要和諧 然後互相幫助 對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孝孫父母這就不用講了 中校結義嘛 對 所以楊阿姨怎麼教我們 我們就怎麼教他們 對 就是因為 畢竟楊阿姨也是一路這樣走來 而且她是一個招牌 大招牌 精緻大招牌 對 那有一個貴人恩師在教導我們 然後我希望說 我在她身上得到的 我都可以繼續傳承給他們 所以 所以要求甚高 對 但是她還滿聰明的 對 就是在中校結義的時候 那時候在分配角色的時候 就原本她那個角色 我演陸瑤 第四個單元 是E 陸瑤芝瑪麗 我演陸瑤 其實我身邊有一個奴才是日久 那她來比賽的時候 都演一些比較陽剛性的角色 像中葵 對 那我就覺得說 我就跟楊阿姨建議說 她應該可以演日久 然後季立如本來是演醜角的 她去演另外一個 我覺得一個帶一個 她去帶 季立如去帶另外一批小孩子 因為她們都剛進來 第一次演電視歌仔戲 那我來帶她 不然兩個 我跟季立如兩個都懂的人 然後其他那個人就變成一盤閃殺 因為她們舞台的經驗非常非常的豐富 隨便叫他們劈腿 耍槍 什麼 她們都會 基本功都沒問題 但是電視你就是要面對鏡頭 現在哪一顆鏡頭在拍你 你就是要了解 什麼時候該你做反應 所以就由我來帶著她 那時候可能那個角色比較輕鬆 所以講了她還蠻能夠吸收的 也能夠發揮得很好 對 所以在中藥結議的時候 那時候金鐘獎 她就入圍了最佳新人獎 對 其實很不容易 表示你們真的是慧眼師英雄 就是知道她是可造之才 把她抓出來培養這樣 您剛才提到楊阿姨 她其實很重視傳承 她在這部戲當中 她也擔任了 藝術總監 那據說你非常害怕她開口是不是 對啊 要求很多 因為其實就是她已經做那麼久的戲 尤其在台式 從她開始做每一部戲幾乎都是收視率第一 然後其實大家看了覺得好像是她運氣好 其實不是 她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她很能夠吸收新的劇種 或者是說新的表演方式 或者是說新的鏡頭 她什麼戲她都看 她也跟我追OTT平台的所有的戲 真的 韓劇 然後什麼遊戲 你知道之前很紅的那個 對 她也跟我在追著這些戲 她就會告訴我分析說 這個戲有什麼地方可看之點 然後她的橋段編得怎麼樣 很新或者是怎麼樣的 她都會跟我分享 那所以其實就一直從 都在她的身邊做戲 到嘉慶君是我自己製作的時候 我當然很高興她能夠當我的藝術總監 在背後指導我 可是又很害怕就是說 做不到她的標準 因為她說你必須要保留傳統 這才叫做歌仔戲 但是你一定要跟得上時代的軌跡 有壓力 對 就有壓力 那跟時代的軌跡還好 我之前有去讀台師大 我有很多老師 有進修 有很多同學 學長姐可以幫助我 可是她怎麼跟歌仔戲混在一起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又擔心楊阿姨能不能接受 結果她都可以接受 你們做了哪些新的改變跟挑戰 就這裡面 其實這齣戲是在周邊 然後像我們戲裡面 就跟金曼獎的新人 最佳新人獎得主 小鬧鬧合作 還有就是我們最有名的國寶漫畫家 鄭問的兒子鄭子語 他也幫我做了第二集的有幾場戲 我在打那些皇兄 因為他們太為非作歹了 他是不是 他沒有 他沒有 他不是 另外一個 他心機比較深沉 那其他的人就胡作非為 就是有一些像那個 比較不好的富二代那種 所以我就教訓他們 那幾場戲的卡曼 就是由鄭問的兒子 所以用卡曼來帶過打戲的部分 好有趣喔 那還有就是 古船 你們也很大手筆對不對 古船的打造花了上百萬 對 那真的是在台式做 才敢打造這艘古船 因為我們台式 我們的美術設計吳俊成先生 還有我們一位葉輝龍師傅 他太厲害了 他什麼都能做 那時候我們本來原本要去台南的 成功號拍攝 成功號 我們台南有一艘那樣的船 那那時候就是說 那時候就是過黑水溝的 同安船 什麼船 都是類似像那一種 我們想要去租界 結果上面全部都是 旅客往這邊走 右邊 然後還有鋼鐵 還有什麼 你光要遮那些窗帮 太難了 就太難了 而且它是 它現在沒有辦法開航 雖然沒有辦法啟動 但是我們是可以用Key的 但是整個一個大現場 我們全部要包綠布就不行了 因為太空曠了 所以我們就移到台式的一棚來 然後請葉師傅來造這條船 然後就光美術設計吳俊成大師 就下去台南很多趟 然後大概做了 實際模型的三分之二 底部大概有三分之二沒有做 對 那其他都是仿造出來 太像了 它連那個上面二樓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遮雨棚那種 它鏤空的 這麼厲害 對 那它做了 因為要呼應那艘船 它做了鏤空的 動畫整死了 不容易 對 因為它一鏤空之後 我們之後全部搭綠Key 它很難挖 因為鏤空的這樣格子 它每一個全部都要挖 好不容易 對 然後你們還跟NFT做了結合 那就是我們台式大的 EMBA的學長 我是GFEMBA 國際時尚專班的 那他是EMBA 那搭起這座橋梁的 是我們的執行長 張嘉隆老師 他就說 這位你們學長好像有意 他覺得說 歌仔系古裝的元素 非常適合元宇宙 因為很多外國人 非常喜歡我們的古典的東西 這個真的很 外界想起來覺得很衝突 對 那怎麼結合起 可是他們覺得說 這種 因為MST都是藝術收藏家 是 那你如果 他們太多現代的東西 他們不覺得好玩 對 或者值得收藏 那覺得古裝的東西 非常適合 對 所以主動找我 想跟他們合作 我說太好了 因為這也是算 戲劇界的第一次 真的 對 然後就因為今年是虎年 是 那原本想做我 但是因為嘉欣君是龍 他也不能坐虎 所以就找王德陸 叫做德陸虎 結果好像開賣一天就完售 真的是創紀錄 前所未有的嘗試 對 所以虛擬世界 你完全不明白不了解 但是就是有年輕人 他們就算 應該算很有眼光 去投資這種產品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認真的 去了解一下 其實我剛開始要做 雖然有讀過書 但是還是有一點不了解 但是不斷地藏心 不斷地跨出 跨出你那個舒適圈 其實未來的範圍 就越來越大 因為我覺得就是 楊阿姨的觀眾 是 很忠實 他們都會繡灰連噴 疼兒子連孫 只要是楊阿姨的徒弟 她就會支持 她一定會打開來看 因為她覺得 楊阿姨一定在背後 支持著我們 對 所以細她就不怕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年輕人會斷層 所以我們試著用很多方式 比如說剛剛的卡曼 還有元宇宙 還有我身上穿的這個潮梯 文創商品 對 它其實底部是一個台灣 我們希望用亮麗的色彩來呈現 然後嘉慶君手上拿的 這一支是藍雀 就是我們台灣的國寶鳥 接下來就是國寶藍花 對 蝴蝶藍 對 所以我把台灣很多元素 都跟設計師討論之後 就是集合在這件衣服上面 就是這個愛台灣的表現 《殭屍島》她都敢做 她那時候身懷六獎 她居然也敢打舞戲 我的前老闆她就是說 那你們就把戲嘛演 熱鬧一點 不然就演鍾馗好了 好巧不巧 裡面的一個演員 就叫了我的名字 慘了 那一場戲演完了之後 我就他在那個樓梯口那邊吐 這段要跟兩位來聊一聊 你們各自跟歌仔戲結緣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已經知道就是說 其實雅蘭姐從小就是在 父母的薰陶之下加入戲班 那時候是國中畢業之後 就開始演歌仔戲 跟著戲班這樣子跑的日子 那時候小小的你是喜歡的嗎 不喜歡啊 為什麼不喜歡 就是 如果還沒有上學之前是不懂 是 就反正爸爸媽媽跟在他身邊就好了 可是開始讀書的時候就不大喜歡 因為大家還是會覺得 因為我們是野台戲的演員 大家會覺得我們好像是遊牧民族一樣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的看得起我們 然後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又有很多有錢人 所以會覺得 那個小時候不懂事就覺得 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們家在演歌仔戲 那你到什麼時候才開始改變了這樣的想法 把它傳承下去當成你自己的目標跟職業 什麼時候到楊麗華歌仔戲 我那時候看楊阿姨演戲 我就 怎麼會歌仔戲怎麼這麼美啊 就被這個戲曲給深深迷住了 然後再跟在他身邊 然後瞭解他傳承的辛苦 對 然後我覺得跟我父母親的想法是一樣的 雖然他們那時候也是有為了生活而努力 但是我覺得 歌仔戲還是唯一源自於我們台灣的戲曲 那我覺得就是希望我們台灣界的這個文化 讓國外的觀光客或者是以歌仔戲為傲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跟著楊阿姨的身邊 希望深耕這一塊文化 然後借助大家的力量 讓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麼優美的戲曲 但其實演歌仔戲也蠻辛苦的 這當中你沒有想要覺得其實真的是累 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 其實做什麼事都很累 你要想說很累就是很累 但是你把它覺得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因為看到楊阿姨演戲好帥 就會覺得我如果可以像她多好 就她已經演到內心去了 她每一個角色的分析或者是表演方式 她雖然沒有讀什麼書 但是她非常理解 像她演賈寶玉的時候她就演得很活潑 演曹子健的時候她又另外一個呈現方式 演朱鴻舞的時候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藝術真的是學無止境 我就想說 我也希望跟她一樣 然後接下來又覺得說 歌仔戲對我們台灣的意義是這麼的重大 所以有一個目標在前方引領著你往前走 對 所以從來就沒有想要放棄過 只是有時候做到手會軟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新興媒體太多了 不像以前楊阿姨她們就是三台 是 對不對 我們台視 中視 華視 對 就是大家已經看這三台 可是現在的平台一百多台 再加上OTD平台 你不知道從哪裡宣傳起 對 那有時候你在演的時候 人家還不知道 很多戲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次非常拼命的宣傳 這麼精緻的歌仔戲 其實很多人都說我們真的非常有誠意 文化部也有補助 然後台視董事長也很支持 然後加上很多企業來幫忙 才能成就這部戲 那可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做得這麼辛苦 能不能有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能不能大家有共識來珍惜這個歌仔戲 不要只是我們專業演員在奮鬥 但是還是真的還是很多貴人 對 還是大家一起來幫忙 才能繼續把這個文化傳載下去 對 好 那個肩負傳承重責大任的培育 你自己從小跟雅蘭姐一樣 是父母親的關係 所以接觸到歌仔戲 18歲開始 應該是說我18歲才真正地去學到戲 因為我小時候是阿嬤 爸爸媽媽 他們都是戲班的演員 然後我可能從小就跟著阿嬤走 然後三歲我就會在台上跳舞 對 然後就當一個 就是小朋友的角色 然後出去被拉出去 然後就殺死人 然後就倒地了 而且他女兒也會演 真的 跟他一樣 對啊 傳承下去 就是叫傳承 對 然後就是因為到18歲 因為我國中就沒有讀到畢業 因為家裡有一些事情的關係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想說也沒有讀到什麼書 然後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才是適合我 對 那我阿嬤就說 那你就乾脆 就去做戲就好了嘛 因為這是我們的事業嘛 然後我一直抗拒的是說 演歌戲 人家都會唱 那做戲啊 做戲啊 所以我那時候很反對自己說 我不想演歌仔戲 但是我真正18歲開始演戲的時候 我反而喜歡的 因為我都一直在看著 楊阿姨的歌仔戲 然後看著楊安姐 我就想說有一天 我也想要去跟著楊阿姨他們 身邊學戲 然後跟他們一起演出 這是我的夢想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慢慢學 就一步一腳印 剛好那時候也遇到貴人 就是恩師他們就是會教導前輩 教導一些東西 然後就讓你一步一腳印 慢慢走過來 熬過來 然後就是多看多選 然後好加上就是有 楊阿姨的歌仔戲可以看 才可以讓我學到 不一樣的歌仔戲的東西 對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演歌仔戲比較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是一般人沒有辦法 體會到或知道的 可能就是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 那不是科班的話 可能要做一些某些動作 可能就會比較為難一點 可能要翻滾啊 然後搶背幹嘛的 對 因為不是從小學起 因為就是這樣子會比較辛苦 真的很拚欸 很拚啊 對啊 什麼都敢做 是喔 連江師島他都敢做 那個要經過專業訓練的 但是真的很投入啦 對 他可以說是拼命三郎 我覺得你教父他什麼任務呢 他只要能達到的 他就盡量去做 我記得我讓他們去西門紅樓 就是讓他們一連串 演一個定幕劇 對 他那時候升懷六獎 他居然也敢打武器 然後搶背啊 做什麼的 我就說 欸 你要不要保重一下 你千萬沒有 陪你三娘 對啊 我是沒辦法 剩一個來陪你喔 結果他還是照樣翻滾 他說他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你有時候控制不了他 有時候因為他 像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其實以前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那個無數指導 叫我們從二樓底下也沒墊 就活生生跳下來 比二樓還高一點 天啊 我們也是跟他拼了 因為沒辦法 所以我可以體會到他 就是專業的精神 但是我們旁邊的人會擔心 你也把他冷汗 對 就是想要盡心盡力把它做好 所以在想說 在什麼樣子的幸福 我都覺得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 這是我最愛的工作 我熱愛這個歌仔戲 那我也要必須要傳承下去 就是把前輩交代的東西 把它學好 做好 完成 然後把歌仔戲的美 讓大家知道 說歌仔戲真的是很棒 那你之前在電視 歌仔戲之前 你都是演那個野台戲 野台戲是不是有一些禁忌 有 哪些是比較特別的 可能就是說類似 鐘葵的戲 關公的戲 你要演的話 就是必須要吃素 然後不能交到你的本名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台南演出 然後他剛好是在做酒 然後那做酒 可能就是要放好兄弟出來吃飯幹嘛的 對 然後那一天就剛好卡到我的前老闆 他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要去演 那你們就把戲馬演熱鬧一點 不然就演鐘葵好了 然後我說好 那我在畫臉的時候就覺得不對勁 因為我的臉一直畫不上去 我想說不行不行 我們可不可以改戲嗎 然後裡面就是負責人說 為什麼要改戲嗎 我說因為我的臉畫不上去 我會怕 他說沒關係啦 我們沒有這個禁忌 我就當時演了 然後有好巧不巧 裡面的一個演員就叫了我的名字 慘了 那一場戲演完了之後 我就趴在那個樓梯口那邊吐 然後吐之後 我就被人家拉下去 拉下去樓梯下 然後我就整個昏厥下去 等到我醒來了之後 已經是凌晨四五點了 他們是說我被附身了 對 然後就講話很低沉 男生的聲音幹嘛 說要報仇幹嘛 然後就 總是會遇到一些這種 觸過來一點 雅蘭姐聽也都毛了 應該是我有這種靈力體質 然後就剛好廟方的人 也過來處理之後 隔天我就不敢去演戲了 然後老闆就跟我講說 不然妳今天休息好了 妳不要來演 因為我也怕說後面有麻煩 那我就說好 那我回家休息 然後我回家休息之後 我就覺得一直不對勁 怎麼躺也不對 坐也不對 然後我就去廟裡拜拜 然後被人家肌改之後 就比較好一點點這樣子 眼神 眼神是重點 要練得比較重要 然後因為妳是女生 妳會不經意地散出那種比較 娇美的眼神 就是女的 楊艾常常說 其實要演小生 一定要40歲以上 這次我們片頭片尾曲 是跟曹雅雯合唱 一起進錄音室 對 她說天啊 我不知道 雅蘭姐唱歌怎麼這麼霸氣 他們唱歌都是站著 只有我坐著 就這樣唱 其實我覺得很不容易 就是兩位都是女生 但是你們在劇中 其實大部分演的角色都是男生 小生為主 要反串有沒有什麼樣 比較困難的地方 雅蘭姐 哪些地方是特別重要的 困難喔 我覺得也不算 眼神 眼神是重點 要練得比較重要 然後因為妳是女生 妳會不經意地散出那種比較 嬌美的眼神 就是女的 女生的眼神 就是啊 對 所以妳要練那種比較剛毅一點的 或者是真的 而且妳的舉止 行為止 動作 妳都不能太娘 妳一娘一軟 就不像男生了 所以楊蘭姐常常說 其實要演小生 一定要四十歲以上 她有那個穩重度 然後她有那個歷練 有實戰經驗 演過很多了 妳才會漸漸有那個 男生的氣質出來 所以我們以前 雖然都在演男的 但是還是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 像楊阿姨那種境界 對 那除了眼神 這種就是這種肢體語言 還是很重要 所以從以前 我就常常 常常就是 有時候做的時候 就會做這樣 然後包括這次 我們片頭片尾曲 是跟曹雅雯合唱 一起進錄音室 對 她說天啊 我不知道 雅蘭姐唱歌怎麼這麼霸氣 他們唱歌都是站著 只有我坐著 就這樣唱 嘉慶君的架式 馬上出來了 對 因為我們在 我們電視是錄音 對嘴的 因為音頻 都要收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類似像唱片這樣錄 然後每次唱歌的時候 就要坐著 然後把那個戲感唱出來 所以跟曹雅雯錄唱片的時候 也這樣做 她說 好酷喔 怎麼有人錄音 一個女的錄音 是這樣子做的 太可愛了 對 就會把那個丹田的氣唱出來 這樣子 那你們演戲演久了 你肯定會遇到有那種 比較瘋狂的戲名跟你告白 肯定有吧 會有 但是現在的戲名 大部分都知道你是女的 不像以前我們只有三台 或者是只有幾台 那大家很少面對面 因為我們當時楊阿姨的歌仔戲 都一檔接一檔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出去面對外面 所以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 所以等到我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唱片公司把我設定成純情小百合 我一出去的時候 大家說 不可能 她是女的 我還想嫁給她 怎麼會這樣 玻璃心都碎了 有沒有 對 那現在的戲名不會了 她會把你當成是戲中那個角色 覺得你很帥 但用欣賞的態度 不會說真的有什麼恐怖的行為 瘋狂的舉動比較不會出現 那佩芸呢 你一開始就是演小生嗎 還是你前面也有演過其他的角色 應該是說學戲的時候 什麼角色都要演 可能就是醜角幹嘛的 你醜角也都要演 然後演到之後 應該是說有戲趣 然後你就會學戲又比較快 然後就先演小蛋 但是演小蛋你就會卡一卡 因為我不是 演小蛋很漂亮 楊阿姨有說過 她其實想要把她抓來演小蛋 因為她有奉眼 對 對 她演小蛋非常的適合 就是那眼神很迷人 畫起來應該很美 對 楊阿姨看人非常準 妳搞不好真的轉小蛋 妳就徐秀年第二 對不對 曬一部戲 曬一部戲以後有機會 不夠溫柔 對 我就是不夠溫柔 就是小時候 我就是一個哒啦啦的小女生 然後就是老闆想說 不要妳 妳不要演溫柔的 妳還是演壞的 然後就專攻舞蛋 就舞打戲 刀馬蛋 然後再攻一攻 她說不行 不行 我覺得妳還是很粗魯 不然妳改演小生好了 就是慢慢一直這樣進攻進攻 然後我覺得演小生反而比較自然 然後因為演小生 就本來就是我的個性 我的個性就是一個哒啦啦 我在私底下不可能去穿裙子 也不可能穿高跟鞋 我都是穿牛仔褲 然後布鞋 Polo衫 T恤 跟雅蘭姐一樣這樣做 對 我開車 我是翹腳在開車 這樣很危險 我叫警察檢舉妳 我檢舉妳 然後我就被人家說 小伙子 因為我說剪那個男生頭 然後他說 那個先生 妳要加多少 我說先生 我是女生 妳看不出來嗎 他說是真的看不出來 然後我說好 對不起 那我加500就好了 就因為個性的問題 就不是很溫柔性的 然後我在講話以後很大聲那一種 不是很溫柔 所以我覺得說演小生 是我一個很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覺得妳的歌仔戲的路 走來算是順利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我是楊麗花的珍選 妳最後是演中葵第一名 拿下了第一名 才順利的轉到電視這邊來 而且也在這一部戲 入圍了最佳新人獎 那個想法是什麼 就是對妳來講 應該是個滿大的肯定 會不會 應該是這樣講吧 應該是說那一天 我剛好就剛起床 然後在整理東西 接到雅蘭姐打給我說 欸 兄弟喔 我說 嗯 兄弟什麼 她說 妳入圍金鐘獎 就是新人獎 我說 我心裡就說 那好可憐 不可能的事情 她說 真的 然後她掛完電話就跟我講說 恭喜楊阿姨也很開心 然後說 很開心 然後我現在我要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拿電話跟家人報廢一下說 我這樣子的 讓他們開心 我都還沒打到電話 楊蘭姐會說 趕快準備一下 趕快來電視台 幹嘛要被人家訪問 我說 死定了 因為我的口才不是一個很好的人 然後又要叫我講國語 被訪問 天啊 是一個很大的難度 然後我想說 那我要講什麼 我到底我要幹嘛 我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經紀人說 你不要緊張 人家問你什麼 你就回答什麼就好了 我說 好 然後就很開心地說 應該是說我滿幸運 遇到老師跟楊阿姨他們的教導 然後讓我在日久 可以就是演技的進步 就讓我會覺得說 我真的還滿幸運的 第一次拍電視歌仔戲 就可以入圍 就讓我覺得說 那我要更加地努力 看可不可以下次得獎 看歌仔戲的小孩不會變壞 那當然要電視台支持 雖然楊阿姨沒有參與 但是她有掛名 我們的配樂 都是一點一點都她去配的 都是她聽的 她非常非常注重這種音效 第一集就三百多顆動畫鏡頭 對 所以她每一顆每一顆 都看得非常仔細 一開始就講到說 歌仔戲的傳承其實很重要 那楊恩姐 你剛才也提到落神這部戲 是1994年 這是台灣由台式第一次 把這個歌仔戲搬到電視上來 那這次 對 嘉慶君游台灣 我們台式的六十週年搭戲 對 這個其實意義上很深遠 對 我很開心 真的 就是能夠成為 台式六十週年的大戲 非常指標性的一個作品 對 然後因為台式一直 我們跟台式的感情 就是好像大家都覺得 台式跟歌仔戲是化成等號 因為楊阿姨的關係 然後楊阿姨也是都不離不棄的 就是一定會在台式做歌仔戲這樣子 那我覺得董事長真的很發心 就是我們相隔了 十幾年之後 推出中校結議的時候 有去拜訪她 她全力贊成 因為如果以一個利益來考量的 商業電視台 其實 其實間隔十四年了 你都不知道觀眾已經流失到哪裡去了 對 但是因為楊阿姨的一句話 她看了電視以後覺得 哇 現在社會真的太亂了 她說她要出來做歌仔戲 我就說 不好吧 這樣要花很多錢 要浪費很多心力 然後她就說不行 只要有一個看 吸收到中校結議 我們就救了一個人 所以因為看歌仔戲的小孩不會變壞 那當然要電視台支持 結果黃董事長一口就答應 他說他非常支持這樣子的文化 他也覺得現在社會太亂了 所以就成就了中校結議這部戲 接下來當然我們中校結議是非常用心的在做 所以獲得非常 成績也很不錯 對 就是做得很像 大家都覺得很像迪士尼 就是有第二單元 有很多動畫 真的是不惜成本 那這一次在推出嘉信軍的時候 我們也申請了文化部補助 也是高分通過 然後董事長也非常贊成 因為他覺得說真的有一些戲劇 還是不能單從商業角度去考量 還是必須要有一些文化企業責任 而且是教導社會的正 賦予社會的正能量 所以才有嘉慶這部戲 那真的很幸運可以在60週年播出 雖然楊阿姨沒有參與 但是她有掛名 名字掛在上面 不是真的掛名 品質保證 對 品質保證 她真的非常用心 我們的配樂 都是一點一點都她去配的 都是她聽的 她非常非常注重 這種音效 除了說唱歌 錄音 這個是錄音 那配樂這一部分 她覺得說戲劇的配樂 不是像一般的戲劇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她從第一集訂到第三十集 哇塞 輕力輕微 對 然後包括服裝 所有的很多畫面 就像你剛剛問我說 是不是她一開口又要花錢了 她只要看到覺得不是很滿意 然後這個錄音 這是哪個天空的星星都沒有滿意 重作 就要去夾星星 在夾 對啊 你那個月亮好像太低了 就要再去移高一點 那個海水好像不是很順 就這樣子 小細節都盯得很緊 對 因為我們第一集就300多顆動畫鏡頭 哇 對 所以她每一顆每一顆 都看得非常仔細 好 所以這一部台式的60年大戲 嘉慶君有台灣 真的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也保證是好看的 希望大家當天轉開電視 準時收看 好 我們謝謝 謝謝雅蘭姐 謝謝佩玲來參加我們節目 謝謝 一定要收看 台灣明天堂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故事的話 歡迎上Podcast的搜尋 上頭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跟您分享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